亞洲藏壽司股東會外界最關心的就是食安風暴 董事長坦言確實對營收有影響 回顧四月藏壽司松江南京店 新莊紅燴店淡水站前店 新店威秀玉龍店接連爆出食安事件 十二十五後續要求各地衛生局 針對全臺五十五家藏壽司分店擴大積查 結果二十一家分店被限期改正 兩家遭暫停營業 現場有設備和機制不解 冷凍庫未定期除霜等衛生缺失 雖然後續衛生局針對病原菌檢驗結果是陰性 但藏壽司說未來將更謹慎 那這個也是關係到你的信譽 所以這是應該要注意的 為了更確保品質安全 藏壽司表示將增加人力和品質管理 成立客服部門 並重新審視內裝建材設備 期盼能讓消費者和股東更安心 TVBS新聞新聞想劉宜萱 台北這麼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